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这样看中国复查时间节目播出届满三周年了 独特的历史视角收到不少听友的回响 我们特别精选出值得回味的节目内容与您一同回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复查 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汉人跟华人 汉人跟华人 那聊汉人之前先聊汉族 汉族这个词其实现在你问任何一个 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 大部分除非他是新疆人 西藏人蒙古人之外 你问他说你是什么族 他会通常会说自己是汉族 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民族 中国有五十几个民族 那汉族居多 那可是汉族这个词呢 是在近代才形成的 新爱革命时期才出现了满汉猛回藏 这个五族共和的这个说法 那汉族只是这个五族之一 但是因为人口非常多 所以汉族呢最后呢就 某种意义上就替代了五族 这个变成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族的概念 也就是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强调他的民族是中华民族 因为中华民族是来自于汉满猛回藏 这个五大族加上若干小族 加在一起的一个合成的民族 这是官方学说 至于合不合理 我们先不讨论 可是因为这些民族当中 最多的人是所谓的是汉族 因此汉族呢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以中华民族之名行汉族之实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汉族 那我们知道汉族其实是这个国共两党 这个打造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物 那它的基础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汉人这个概念 也就是汉人 汉朝人这个概念 是大致从汉朝出来的 最早就是在汉书当中出现 是指的是汉朝 或者汉这个国家的人 那原句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二师将军 就是李广丽 李广丽被称为二师将军 他听说在苑城 苑城是今天的中亚的 费尔干纳古地的一个城市 这个叫苑城 说刚刚得到呢 汉人在那个早景 有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他征服西域的时候 要帮助汉武帝 去获得这个汉血宝马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里面也有汉人 而且这个汉人是帮助 这个当地的人在打井 可见就是说 这个汉人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是对于汉朝的人 对于当地的人上称呼他们 是你们来自于汉朝人叫汉人 这是比较早的一个汉人的概念 那汉人的概念呢 在这个汉代整理来说 算是正面的 也是意思很强的 那在汉书里面 另外有个记载 是说有个将军叫陈汤 他给这个汉武帝上了一个奏折 是说什么呢 他说明犯强悍者 随远必诛 这个词觉得 大家觉得很熟啊 随远必诛 没错 因为这个词就是后来 中国的那个电影战狼当中的台词 这个台词叫做 犯我中华者 随远必诛 那就来自于 这个汉书里面的一句话叫 明犯强悍者随远必诛 也就是说当初你说 你侵犯我强大的汉国的人 你再远 我也要把你诛杀掉 这个概念 这种文宣 现在这个犯我中华者 随远必诛这种文宣 其实是现在典型中国的 那个很厉害了 我的国的那种宣传 宣传话语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看到这个强悍的概念 在当时也被匈奴人所认知感受到 他们也认为汉人是很强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汉武帝这个真的是东西南北四面出击 不管中国内部的这些人民遭受多少苦难灾难 可是至少对于外部的那些族群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跟打击 这个你的强大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这就好像今天台湾的这个实际情况 你还是会感受到那个中国那个那个实力很雄厚 不管他钱怎么来的 可他就是不断的绕台 飞机绕台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航母出现之类的事情 感到一种很强大的感觉 这是强悍的概念 那也由这个强悍的概念再进一步衍生出 说悍是好悍 好悍的概念也是差不多这么来的 汉子也是这么来的 也就是说本来男人这个概念 这个跟汉这个国家是并不等同的 可是等到了这个汉的这个强大 从而产生出一系列的一个观念 就是男子就被称为好汉 被称为汉子了 所以在我们在明代的狼英 狼英是个江南的一个知识分子 他就有书里记载 他说汉武帝征服匈奴二十余年 这个听到有汉兵没有不害怕的 称之为汉子 人又说又约好汉 以后呢就被是男子的代称 这是明代的记载 那我们不太确定这个明代记载 是针对蒙古人 对中国构成的压力 然后借用汉武帝的时期来讲呢 还是怎样 但是不管如何可以看到说 汉子好汉 这个男子汉 这些称呼都是来自于 汉人的强大 汉国的强大 这么一个概念 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个江湖人士说 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或者水火传里说 宋江是天下文明的好汉 这个基本上都来自于 汉武帝的侵略和用兵的历史记忆 那这是汉子这个词 在这个汉代所留下的印象 可是我们必须讲到可是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觉得汉子这个词 都是很好的概念 可是也有一些 汉的概念是比较负面的 比如说电车吃汉 这个词就是日本汉字 电车吃汉 或者说复兴汉 或者是庄家汉 这个词似乎都没有那么的正义 老汉也都没那么正义 但老汉比较中性 那么这个汉的负面的意义 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我们后面 又跟大家去讲的一个主题 汉的负面意义 主要来自于北朝 北魏时期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北朝时期呢 这个汉人跟胡人之间 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这个冲突 他们这些矛盾变得非常的尖锐化 那所以的汉跟胡 当时那个鲜卑人 他们并不自称为胡人 他们自称为北人 那总而言之 也就是说汉人跟北人 然后汉人跟胡人 他们之间的冲突 使得汉人 具有一种民族性的一个意涵出来了 而且汉人的意思呢 就变得非常的负面 那比如说像鲜卑人当时 就会用什么呢 用汉狗这个词来称呼汉人 也会用一前汉 一前汉就是 只值一文钱的汉人 人叫一前汉 这样来称呼 那我先讲一前汉的概念 一前汉这个概念呢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就是说 北魏时期 有一个贵族叫刘贵 叫刘贵 那刘贵呢 跟一个汉人叫做敖草 两个人这个做着谈事情 那外面有人汇报是说 哎 说很多去治河的这些 这个就是治理这个河灾 这个河可能是黄河 可能是黄河和哪之下的 一些人呢 都淹死了 然后呢 刘贵就随口是说 哎呀 这些人只值一文钱的这种汉人 死就死吧 就说这么一句话 那这个敖草呢 听了就很生气 就拔出刀来啊 去砍这个刘贵 这是这个史书当中一段记载 那么后来有人注视说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是称呼汉人 是当地很低贱的 那刘贵是匈奴人 但当时服务于北朝 已经鲜卑化了 那么他在听说黄河上的 这个汉人的这个义夫淹死的时候呢 就说出一种很轻蔑的一句话 认为汉人的头是不值钱的 汉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 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的说 这个两者之间的对立 其实不仅仅是贵族 跟一般百姓这种阶级性的对立 而且是一种民族性的对立 就是汉人的命不值钱的概念 那我们想今天这个美国 不是有这个黑命贵的这个概念吗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这样的概念 那么这样的概念背后 其实都有族群或民族的一个背景 所以在北魏北朝时期 也出现过汉人的命不是命的概念 跟今天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 概念我们可以互相印证 这是当时鲜卑人对汉文化充满的歧视 那还有些例子很多 我可以随便的举一些 比如说北齐的皇帝 第一个皇帝 他就是因为他的太子 一个太子某种事情呢 很生气 要把他废掉 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的太子呢 太具有汉家性质了 这原话汉家性质 所以呢 跟自己不像 他就把他废掉 这个观念很有趣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北齐的皇帝 他本身就是汉人 他本身就是汉人 他只是已经鲜卑化了 他鲜卑化以后呢 他具有鲜卑气质 因此他瞧不起汉家性质 那他的汉名之外 他还有一个鲜卑的名字 叫做侯尼干 这名字一听就很怪 侯尼干 总而言之 这个北齐的文宣帝 因为太子具有汉家性质 而没有鲜卑气概 而要把他废掉 这个例子也很有趣 另外一个 在北齐 还有一种观念 说汉妇人不可以为天下母 也是这个文宣帝 他呢 自己想立他的一个 汉人的这个后宫 叫李祖娥为皇后 这个李祖娥的故事 也是蛮有趣的 我们今天不会讲 但是当时有个官员 叫高德正 这应该是鲜卑人的官员 还是汉人的官员 我们不太清楚 他就认为是说 汉妇人不可以为天下母 所以反对 而且他主张 要把一个鲜卑出身的 一个叫段昭仪 一个女子 立为皇后 那这个事情 背后有没有什么政治角力 族群问题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汉妇人不可以为天下母 这个概念 可以看到是在北魏时期 是非常明显的 瞧不起汉人 你怎么可以当天下母呢 所以当时汉人 还有非常多负面的概念 比如说负面词汇 比如说和物汉子 这个也是在北魏的典籍当中 常常看到的概念 和物汉子就说 这个俗气的家伙算什么东西 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说 无官职汉 就是没有官职的家伙 也就是说汉人 在当时是不可以当官的 这个概念是 北朝时期是这样的 那到了鲜卑 慢慢慢慢 可以渐渐的 鲜卑人主政的时候 慢慢的可以 稍微汉人也很多 可以当官了 可整体而言 汉人当官的是很少 所以可见就是 汉人在北魏时期 是非常不受重视的 那另外一个概念是说 叫肉梨 就是说汉人 这个州跟齐 北齐跟北州 在打仗时候呢 他们常常驱赶 汉人当肉梨 当肉梨 就是当人肉盾牌 这个概念 他们还有一句话 他说 我的刀可以 可以砍掉汉狗的头 但不可以割草 什么意思 说明汉人的头 还不如草 所以总而言之 这些概念呢 都是在北魏 鲜卑的时代 非常流行的概念 那么这些负面的概念呢 在今天 遗留在今天的汉语词汇当中 比较多的就包括 好色汉 无赖汉 复兴汉 那日本有个词叫做 电车吃汉 这个吃汉 是跟现代汉语当中吃汉不一样 因为现代汉语当中吃汉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种 很痴情的感觉 可是日本的那个吃汉 指的是 这个流氓 色狼 那这个吃汉其实就保留了 中古时期汉语的 这个负面的意义 那么韩语当中的吃汉 也保留了中古时期的意义 可见这个汉语的不断发展 可是它中古时期的意义 却保留在日本那边 那当然像庄家汉 老汉 都能看出是 中古时期鲜卑人 对于汉人的一个职业性歧视 就你就是种庄家而已啊 种庄家是地位很低的 你今天一个老农地位 也是很低的 那搞国际贸易 地位才比较高 才比较洋气 这都是差别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 做个小小的总结 也就是说汉凶时期的汉人 汉国跟匈奴时期的汉人 汉的意向是比较正面 比较强大的 可到了这个北朝跟鲜卑时代呢 这个汉人的意向就比较低 这也说明是说 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 可能他们也不喜欢汉人 可是他们并没有在文字当中 对汉进行反击 可是到了鲜卑人主政的时代 他们有汉话 他们懂得汉字的书写工具 就可以进行文字的反击 可以说这是鲜卑人替匈奴人 在文字上加以复仇 好 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下 这里是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 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不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各位听众好 我们这里是《这样看中国》的节目 我们后半段来继续去聊 这个汉人和华人的概念 我们下半段主要想聊华人 那我们刚才谈到说 北魏鲜卑时期 汉人的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那这个负面形象到了隋唐慢慢就变得比较中性化 比较正常化了 那这是因为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隋唐实际是一个横跨湖汉月的一个天下政权 是一个帝国的形态 它的包容性非常强 所以在隋唐时期的汉跟湖的意思 比较中性没有负面意思 就随便我们举手诗词 陈申的诗词说 花门将军善胡歌 夜和藩王能汉语 你看胡歌跟汉语 其实都是对应的 或者汉尔尽作胡尔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这里的汉跟胡也都没有这个负面的意思 就是两个相对比较并列的概念 那么因为汉人跟胡人这种互相轻蔑的称号 已经没有了 所以产生的一个新的词汇就是华人 那华人是因为这个概念呢 是在这个魏晋时期 在隋唐时期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华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古代的西晋时期开始谈起 西晋时期有一个作家叫姜统 姜统有一篇文章叫喜荣论 喜荣论就是要把这个荣笛的荣 就是异族的人要迁徙走的意思 把他搬走 那为什么谈喜荣论呢 是因为在西晋时期呢 在中国地带呢 已经有很多人住在了这个中国境内 这个姜统认为说 这些人将迟早会对这个中国造成威胁跟压力 所以应该把他们迁走 回到老家去 所以他里面有句话他说早期呢 他们讨伐这个叛逆的羌人 讨伐之后呢 把这个羌人呢迁到了关中一带 住在哪里呢 住在冯义跟河东的空地 空白地带 这个冯义跟河东就是今天 黄河的中游的山西陕西的交界地带 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著名的景点 叫灌阙楼 当灌阙楼 正好在山西里面可以看到陕西 就是那个地带 他说呢把这个羌人迁到这个这里之后呢 而与华人杂楚 哎就是说当地有些人叫华人呢 所以羌人跟华人杂楚 他说过了很久以后呢 这个羌人的种族繁衍很快 他们就是人变得很多 他们苦于汉人亲之 又出一个汉人 汉人对他们进行侵犯 所以这里面有羌人 有华人 有汉人 哎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啊 哎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里的华人呢 其实这个脉络呢 就是指的是说 是住在中华土地上的人 那他们原来可能不是中国人 不是汉人 可是他们住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之后呢 哎他们慢慢习得一些中国的文化 所以他们就被称为华人 所以大致上这个华人的意思是 住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的概念 就是江统的文章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意思 那么再举个例子 指的是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也被成为华人 这个是在卫书 卫书吾的卫 也三国后期的卫 当里面谈到说高昌 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车师的故地 是车师国的这个土地 那么汉的政权呢 也曾经进去过这里面 他说高昌这个地方呢 里面呢 有八个城市 里面每个城市里面都有华人 哎这个概念就很有趣 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鲁番 那么在吐鲁番 今天当然住了很多维吾尔人了 那当然也住了很多汉人和中国人 那可是当时的这个高昌 在这个曹魏时代的史书当中说 里面住了些华人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那经过分析说 这些人可能是当初随着汉的势力 深入到的时候呢 他们曾经是汉人 那他们就住在那边没回来 没有回中国来 那因此呢 他们就被称为华人 因为他们很显然也受到当地文化影响 也变了 可能语言也变了 就像我们刚才谈的那首诗诗说 这个汉人学的胡而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地方说的也是今天的甘肃一带 就是说他们 在这个土藩侵略这个唐帝国时期 把唐帝国的一些势力赶出到甘肃之后呢 当地的汉人呢 就学会了胡语 而且认同了胡的文化 在城头骂汉人 那所以呢 这些人他们也不是汉人了 他们也不是纯粹的胡人 他们被称为华人 这是跟汉胡华的概念 就明显可以看出差别 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可以讲一下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在今天的山西北部 吕粮山那一带 有一些人 被称为叫做吉胡 华吉的吉 胡是这个胡人的胡 他实际是匈奴人的一个分支 叫吉胡 那么他们这个吉胡呢 从汉代开始 一直到了北朝 到了北魏 到了隋唐 多达六七百年 这个部族一直住在这边 他说这个吉胡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说他们男人穿的衣服啊 跟中国人很像 他们死亡的这个 丧葬习俗呢 跟中国人很像 但是他们女人的打扮不太一样 他们喜欢把一些贝壳呢 在脖子上做装饰 他们跟华民交错的居住 出现一个词华民 所以这个华民是谁呢 这华民也是那种 就是说 有点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但是又不是中国人的 一些族群 就是华民 他说这个吉胡的 他们的徐帅 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呢 他们识的汉字 语言呢 却不会讲 需要翻译 然后这个东魏的丞相 叫高欢 他们为了征服这个齐胡 为了征服这个这个齐胡呢 假装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这个他们酋长的儿子 然后趁机把他们打败 这个是用了阴谋诡计的方式 去征服人家 所以这个齐胡当中所谈到这个 史料当中所谈到的部分呢 说他们呢 也稍微收一点点税 可税很少 跟华人收的税不一样 所以看到说 这里有胡人 有华人 也有汉人 可以看到说 胡人是收很少的税的 那跟华人不一样 那汉人收的税更多 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区别的 那我们现在的中国当中 我们不会去分那么细 可是我们一旦细分 就分出胡人 华人跟汉人的不同 而且他们的税收 是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就是说 这样的例子很多了 包括像魏国的这个孝文帝 他迁都洛阳之后 这个我们讲说 他这个仰慕中国文化 学汉语汉话 可是呢 史料隋书当中就谈到 是说 孝文帝迁到这个洛阳之后呢 为达华语 就是不懂华语 什么叫华语 然后华语不是汉语吗 他不懂华语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用鲜卑语 翻译孝经 这个我们讲的 四十五经的孝经的孝经 被称为国语孝经 可见这个鲜卑语 这个翻译孝经 是跟这个华语 跟汉语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华语是什么呢 其实 学者已经证明出来了 华语就是一种 鲜卑化的汉语 就是鲜卑人学汉语呢 他的发音跟语法结构 都跟纯正的汉语不一样 这很正常 因此他们就 学到一种所谓的 这个不标准的汉语 这种语言呢 被称为华语 它不是汉语 其实我这种语言呢 其实在后来的这个蒙古 和满洲时期都常常出现 这种语言被称为叫汉儿言语 这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上述分析 那些华人的华语 华民的案例 都可以说明 有两种人被称为华 一种人是居住在中国境内的 非中国人 就是华人 他们受到中国化的影响 另外一种人是生活在 中国境外的中国人 他们呢 有点去中国化了 他们适应了当地的文化 他们也被称为华人 所以你在唐代的典籍当中 可以看到是说 有些唐朝人 他们叫唐人 他们因为土藩的侵略 而失落家园 也被称为华人 或者呢 有些唐人进入到突厥的整地 也被称为华人 总而言之 华不是胡 也不是汉 是一种非胡 非汉的状态 所以就是 这种概念呢 是我们在理解到中古时期 从西晋到隋唐时期 华这个概念 就因此而出来了 它是一种非胡 非汉的状态 那另外 唐代也有很多词 叫被称为唐人 唐人就是唐朝人的意思 这很简单 那唐人这个词很有趣哦 我们知道 后来也有宋人 元人 清人这个称呼 可是只有唐人的称呼 到今天还保留下来了 所以唐人呢 概念也是一种 非胡 非汉 超越胡人 跟汉人的概念 那么之后唐人 就变成一个 具有国际化的 中国人的概念 今天的唐人街 就是如此 所以唐人 就来自于 大唐帝国 这样一个非常具有 流动性 开放性 跟国际性的 多元社会 多元文化的 国家的 这个产物 这是唐人的概念 我们今天讲 这个华人的 这个概念 跟唐人概念 跟汉人的概念 区别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也是今天 我们谈的华人 这个概念 的一个源头 那最后呢 我再谈这个 有篇文章叫华心 这个词华心 就是华人的心 是中国心的概念 它是什么文章呢 它是在这个 公元847年 九世纪 一个叫 陈岸的学者 所创作的一篇文章 这个时候呢 已经 唐朝已经发生 暗史之乱 已经发生了 一百多年了 那时候呢 之前的那种 开放 包容 多元的文化 已经是丧失很多了 已经强到华 大于胡的 一个状态了 可是这时候呢 这个陈岸 就写一篇文章叫华心 为什么写华心呢 是因为当初 有一个节度使 叫卢君 向这个唐国的皇帝 推荐一个阿拉伯人 去考试 而这个人很厉害 他竟然 这个近世科举极地 近世科是很难考的 他一个阿拉伯人 竟然考上了 那么因此 他名声很大 所以有人就怀疑说 我们大唐人 我们华人 怎么 我们为什么请一个 这个阿拉伯人 当我们的这个官呢 他我们是仰赖 华民提供奉禄 我们的君主是华君 你看这时候 他们用华的概念 没有用汉 可是我们去找一个蛮夷 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个陈安就做了 一篇文章叫华心 他说什么叫华 什么叫夷 关键在于心 他说 即便他在中国出生长大 可是违反理俗 没有礼仪 这种人外貌是华 内心是夷 反过来 他不是在中国出生长大 可是行为合乎礼仪 他外貌是夷 可内心是华 你看这是 这篇文章很有趣 叫华心 所以他就又举了一些例子 那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 他强调是说 判断华仪的这个原则 是看心之所向 看之心 你只要有中国心 你就是中国人 这个首歌 我们都是耳熟能详 唐代人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所以其实到底华跟仪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是说 在唐代的华 跟唐代的唐 这个唐人跟华人 这两个概念 其实是高度国际性的 它可以容纳很多外国人 跟今天非常狭隘的这种民族主义 认为是说 你只要是中国人 有中国心 非常排外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那个唐代的这种状态 是非常像今天美国 这样的一种开放跟包容 这样一个政治体系 跟这样一个文化体系 管你是什么国家的人 你是中国人 是印度人 还是欧洲人 还是黑人 还是日本人 还是东南亚的什么人 你只要在美国里工作生活 你取得美国的这个绿卡跟国籍 然后呢 我就包容你 我就开放给你 这是今天美国的情况 所以有容来大 美国今天变得这么强大 其实是这样一种开放跟包容的结果 那么就是国际化 那所以回到唐代 唐人跟华人这种概念出现 也是像美国这样非常 国际化的产物 所以是超越了汉的文化 和超越了湖的文化 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华人 其实概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今天的华人 其实指的是 桥居在海外的中国人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 国民党这个用来统战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 在这个二十世纪初 孙中山他们的用海外华人的概念 包括国民党非常用 擅长用华人的概念 来统战这些外国人 实际上是跟唐代的这个华人 其实是有相同的结构 又有不同的意涵 那这个华人的概念 也流露出一种 比较浓厚的天下国家的一种思维方式 而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 那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讲 说马来西亚的华人 他其实是华裔的马来西亚人 他不是马来西亚华人 因为你讲华裔马来西亚人 他实际上是认同是马来西亚的 他只是他的族群是华人 可是马来西亚华人 好像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的概念 这个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台湾的很多政策 就华侨侨生 他们以马来西亚 以华裔马来西亚人的名义 到台湾来读书跟工作 可是实际上台湾人 是认为他们是华侨 是海外中国人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甚至中国现在也有这种概念 就是说你这个中国人 已经在美国跟加拿大生活了十几年 也取得国籍 可是在中国的统战部的观念当中 你是生活在中国之外的华人 也就是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中国人 这个概念却值得我们去深入的辨析 我觉得我们要用开放的体系 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理解华才对 所以华是一个非常 从唐代的角度看 实际上是非常国际性的概念 那么今天这个华的概念 虽然也是好像很国际的 因为他们不是纯粹在中国境内 他是在中国境外的人被称为华人 可是那个概念却变成很狭义 而没有这种开放跟包容的态度了 而是要服务于中国的政权 服务于中国的政治 好像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就背叛 就不是我们中国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 好 那我们今天在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的时间就结束了 我们就分享的是 华人跟汉人的这个差异 我们下次再见